Lun Sang 热心 歡迎來到ERA SPORT CHANNEL 今天來到WOWER的場地 大家看看我的新上的裝備 標準的IPSC Setup 我現在有一個ERA SPORT的基本模式 我們今天會運用WOWER的場地 試一下Sage WOWER哥哥,我們有什麼特色 我們玩的東西不是平時那些 我們玩的比較Sport 要不需要零空360度轉身落地 接著打兩槍 我想看你打,我做不到 我也不可以 好,那你設計了什麼給我們玩 今天我們玩一下平行車 上次拍電影拍得好 今天我們試一下 OK 拼了那次,擺了一把 用平行車試一下玩 好,那就講明了 平行車的部分 CAMERA MAN,留意一下 萬一我們兩個隨便一個炒車 就不要停機 只要跑下去 不停機,不停機 直一梭過直落 炒車照拍 即是炒車照拍 沒錯 拍照紫血 接著撐叫,滑地 我們都會出街 以外很精彩 OK 知道不可以 各位觀眾期望一下 儘量不可以 好,那Stage 2 Stage 2 有一點勁忌 要跳一下箱 蹲一下 蹲一下 那些浪人家很少做 對,我們不太大 對,不太大 試一下吧 很輕輕的 其實也希望我們先試一下 如果反應好的 做得好的 再加多一點 加多一點 更加Sporty 可能有梯 包括有沙包 很好的 很好的 車輪 第三個Stage呢 第三個Stage 比較普通 我們先做普通的IPS 但我想為何會設定 這個Stage 我想看看 2-gun和手-gun的分別 在哪裏 看看大家玩的時候 有沒有特別不同的地方 或者有什麼可以取長補短 好 根據以往我們的片段 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會告訴大家 我們打得有多快 有多厲害 我們今天所有的題材 都不是說快 因為我怎麼快 都不會比世界冠軍 不會比世界冠軍 不會比世界冠軍 反而我們想在裝備上的演練 甚至我們身體動作 Transition 都希望在鏡頭裏表達到 加上我剛才做了兩個小時熱身 因為汪流遲到 我在森浦江的街 因為我熱身 所以遲了 因為熱身遲了 大家拭目以待 好 稍後看看我們怎樣打 好 一會見 舒適 舒適 靠 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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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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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2Gun模式的ERX Sport活动 但在Stage里面打的 也很好玩 我想问今天Stage有什么特色 又踩车又飞又跳 今天Stage的特色不是Stage 不是恒上化比赛 今天我们加了很多元素 踩车平行车 之前没有试过 你比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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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 个人比我比你比我比 好玩的 好玩的 考验平行力 接着就上台 我们背后这只Stage 就像少少闲事比赛 这个就是普通那些 IPSC我曾经也接触过 你早几年经常搞很多2Gun比赛 今天你看到ERX Sport 你又会觉得怎样看 其实现在的趋势 不只是打枪 不只是很简单 我认为要加很多体能活动 早几年来说我们搞2Gun时 其实我见小朋友体能也很高 可能一天玩 早上是很生玩的 下午开始就已经借了 装备太重 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够的 有点挑战性 尤其是在室外 但现在我反观看你们ERX Sport 着重是多些体能分练 对 搬搬台台 我听你说 搬车胎 推水桶 假人公仔 都七八十磅 这么重 对 挺金 我觉得是好 因为始终的运动项目 有些体能辅助差很远 但我知道你本身邀请了体能教练 协助你进行训练 平时有粗下 帮助你怎样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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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说是否好多 起码是正常生活 跑步路也快一点 但也有肚腩仔 因为我不敢吃 我们朋友仔 Joe Lau 他做得好 他做得好 Joe Lau开始进入教练模式 他已经研究如何教练 在这方面做得算是带头 其实我们会回顾我们射击界 玩具界的朋友仔 如果作为一个运动员 有目标有方向 其实在体能方面 真的要放多点心思下去 再做好一点 我觉得是 反过来 我当我今天来跟你去玩 速度又不用介绍 一定没有你的速度 也不是赶赢输 我最深刻的感受 突然间有个前辈在带领 你会认真一点 专注一点 你先谈哪个前辈 好像也是 差不多 平辈 有瓦猴哥哥带着 你按键厨时会专心很多 有时自己带着自己的兄弟 有时我都比较假扮 只是我说他们做 但今天我会跟着你的模式去做 我突然间会很享受射击活动 因为平时你是教人 不要说是教他分享 我觉得是在教人 教他做人 教兄弟做人 但今天 反过来 我们一起玩 专心点 可以享受 我们就觉得效果会不同 尤其是今天多小体能训练 就是体能上的东西 跳木箱 玩平行车 有些不同的玩法 我觉得是好玩的 但未来日子你觉得如何呢 是否真的要把这些元素加入比赛里面 平行车已未必每个人玩得到 没错 但很多东西都能做到 例如搬车胎 搬车胎 可能是爬梯 可能是乘网 我们都能做到 但这些可能真的有少少体能训练 才能完成财政 其实我们也很有兴趣可以做这方面的体能 会否有些运用你们的场地 来做一些初步的体验 其实我很想的 但我欠个帮忙 我欠个帮忙 我懂得 如果一起做就最好了 就是这样 今天就谈到这里 希望未来日子好快 可以击解决这些项目 让各位玩家朋友一起参与 最后多谢沃侯哥哥 谢谢 我应该知道 宝贝 鑫ा 偶尖 彼尖 明天 慢慢 因此 买 输